就是拍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因為她後來走了 那個心經梗塞的問題 然後人就離開 那時候我剛開始在使用復古相機的時候 就去找她拍了一次 她在那個華山有一個旅遊展 也是進行她們的那個模特兒的推廣 這是攝影師王怡玲印象最深刻的一張照片 剛開始使用復古相機時 拍攝知名模特王婷佑同時也是高中同學 然而在不久之後遺憾的事情發生了 目前已經從事攝影工作十餘年的她 拍攝出數以千集的相片 多年來整理的攝影作品 除了參加各式各樣的攝影比賽 也將過去幾年為客人拍攝的拍立得 整理成相片集 就如同書籍一般寫下每個人不同的故事 聖誕節或生日的時候都要來拍一張 做紀念 所以去年聖誕節她們有來拍 那今年聖誕節還沒到 那她們今年應該也都會過來 她們說她們已經拍了第六年 王怡玲同時也是一名街頭藝人 藏在淡水或台北101大樓等知名景點擺設攤位 取名為幸福時光照相館 讓來當地的旅客留下影像 不同於其他攝影師 她所使用的是二戰時期的復古大篇幅相機 與拍立得底片為人們攝影 用珍貴的底片為反科拍照 並寫下一片片的故事 現在人習慣使用手機拍照 已經越來越少人了解 重啟出一張照片需要有多少的專業知識 導致傳統照相逐漸沒落 微生相當不易 王怡玲能夠一路走來堅持傳承底片的記憶 除了受到的作品獲得美術館永久典藏的舅舅啟蒙外 還有一位非常支持女兒夢想的媽媽 和女兒一起擺攤 更成為了王怡玲相機底下的模特兒 她從小就很有興趣 那我是隨她沒有反對 每個禮拜我都會跟我女兒一起去工作 陪伴她幫我女兒照顧客人 拍每一個人她其實都有故事 我高中同學我覺得很可惜 就是拍第一場人就走了 所以要珍惜當下 從事這個行業 王怡玲感觸最深的就是珍惜時光的重要 這就如同她的使命告訴大家把握當下 並且利用相片留下人生最美好的回憶 記者王怡辰台北報導